謝謝倩姿主任 謝謝倩姿主任 還有謝謝我們剛才志工團的這兩位帥男 真的非常感謝 也看到我們台南峰會 真的這個 又如倩姿主任說的 慢慢耳目一新 先回應一下 因為剛才倩姿主任 提到我們今年國際賽斯日是十七十八 十六十七 工作坊是十五十六 應該是兩個活動 一個是我們的國際賽斯日 是十二月十六十七 國際賽斯日 我們在賽斯園區裡面的時數 都是完全免費的 兩天一夜的時數 是完全免費的 而且我們主任會議 還做了一個決議 以後每年的十二月國際賽斯日 我們全都要完全免費 因為很簡單 比如說主任提到 如果我們整個基金會 是由大家的愛心所建設起來的 如果說我們花蓮的賽斯村 是由這麼多人的努力跟付出 所建設起來的 為什麼我們不想不把這份愛 給出去呢 為什麼我們不想把這份愛 分享出去呢 包括大家看到我們的一家主任 真的是難來北往 比如說各位你們知道 我們網路電視台 本來一個月還是要六百塊嘛 對不對 後來完全怎麼樣 取消 開放 而且跟一家主任說 不能因為變免費 料就減少了 一定要料多食菜 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很簡單 也是今天的主題 成福是完全信任內在神性的自己 所謂成福 我想這個中文的狀態是有問題的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君臣了 而且五千年來 的確我們也被很多的東西框架了 所以成福是會被誤用的 是會被誤用的 怎麼樣的誤用 比如說我曾經遇到一個被家暴的婦女 被先生打得變 鱷鱷鱷 毛熊眼 腕熊眼 然後因為先生說 你就是不成福 你就是不成福 我才會揍你 這到底什麼叫做成福 從幾個角度來談起 第一個 賽斯家族 或各位你們會坐在這裡 你們絕對不是成福的人 剛剛在來的路上 因為早上是副主任載我過來 那我就跟招文副主任說 賽斯曾經講過 所有會喜歡賽斯學說的人 從古道經 所有的賽斯們 或賽斯的追隨者們 從來都是黑羊 黑羊 絕對不是順服者 所有喜歡賽斯的人 其實都是黑羊 就是所謂的叛逆者 所有會喜歡賽斯的 如果你們的順服 對不起 都是表面的 都是表面的 如果你完全是個成福者 你不會被賽斯打動 所有會被賽斯打動的人 都是內心有一個非常叛逆的自己 而且其實你已經對這個世界 對很多的表面 框架制度 早就非常的不認同 對不對 所以在座的每一個人 你們都是不簡單的 你們早就對很多東西 不滿很久了 所以我第一個要講 什麼叫成福 賽斯心法裡面沒有成福 就是叛逆而已啊 哪有成福 成福什麼 這個同學你怎麼笑得那麼開心 許醫師開場不久 就把他題目給毀了 哪裡有什麼叫成福 早上也是在跟 招雲副主任聊天 比如說像倩子主任跟招雲 他們最早因為幾個家庭 喜歡賽斯而投入 但是我跟他們說 我也剛也跟倩子主任說 他們被賽斯打動的 其實是內在一個非常叛逆的部分 可是這個叛逆的部分 好像只是某一部分被打動 並沒有打動到內心深處 來各位 所謂的成福 如果我暫時把它分兩種 一種是對外在的 組織框架制度的成福 看起來你會在一個安全的架構底下 看起來你會在一個很傳統 很井井有序 組織制度也許完善也許不完善 你就一路以來聽父母的話 聽老師的話 進入一個組織完善的公司 然後一路就到中老 但是這是你想過的一生嗎 這是你想過的一生嗎 另外一種成福 是你開始發現不對勁的 之前張德芬有一本書 雖然我沒有去看他的內容 但是光是書名我覺得很棒 叫遇見未知的自己 所謂的成福 其實是要經過一個很大的一個 叛亂的 所謂的成福 是要經過一個很大的一個 內在的叛逆的 沒有真正內在的叛逆 是沒有所謂的成福 所以我們今天的成福 不是對任何外界的成福 是回來如何見到你內在的 心靈真正的自己 而如果我問各位 你們敢忠於你內心的聲音 縱使他違背了全世界 所有一切外在的 組織 框架 理論 制度嗎 你敢嗎 很好 我現在就要 挑戰 挑戰各位你們這一句話 你敢聽你內心的聲音 而違背你的父母親 你的父母親可能為了你好 因為他們可能都是牙醫或醫生 想當然爾希望你當牙醫或醫師 可是你看到血就會昏倒 你只喜歡藝術跟體育 你敢不敢聽你內心的聲音 而勇敢地告訴你的父母親 不要 我不想走你們為我安排的道路 我想走我的內心的聲音 告訴我想走的道路 今天你的父母親或爺爺奶奶 創業成立了一家公司 或工廠 三代的人就盼著 你去美國留學回來 念了一個 企業管理的碩士或博士 來接掌你們的家族企業 大家族一二十個人 盼望著你 你敢回來跟他們說 對不起 我不想接家族企業 我想走自己想走的路 你敢嗎 你敢嗎 或是之前我在這裡曾經講過 我們的齊柏林大導演 在面臨公務人員退休 只剩下短短的一兩年對不對 毅然決然地把公務人員辭掉 劇圓他的夢 劇圓他的夢 拍了看見台灣 甚至還拿爸爸媽媽的房子去 抵押一兩千萬 出來拍看見台灣 雖然後來齊柏林導演 在花蓮的 秀古蘭西的出海口附近 直升機失事 你可以說他為了他的理想 犧牲生命 你也可以說 如果他犧牲生命之前 他沒有做了他想做的事 那他活著幹什麼 各位 今天我們這樣講 你們以為今天的臣服者 是乖的 是順服的 我告訴各位錯了 真正的臣服者 心中是有一把怒火的 以賽斯心法來講 那叫做神聖的不滿 但是等一下各位仔細聽我講 他沒有要傷害任何人 他沒有要傷害任何人 如果我講一句實話 如果我講一句實話 我們都做順明做太久了 從小 爸爸媽媽告訴我們怎麼做 從小社會告訴我們怎麼做 老師告訴我們怎麼做 但是各位你想過一個問題沒有 所有從小到大整個社會 告訴我們怎麼做的 他跟我真正內心的聲音 是吻合的還是是矛盾衝突的 各位 對不起 終其一生 你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這是在座的每一個人 你這一生不可回避的問題 因為有一天你總要醒過來 你總要醒過來 好 藉由這個主題 回應給大家 什麼叫臣服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好 藉由最近 上個月到大陸去 辦一個工作坊 我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塞斯的一個 預言也好 智慧也好 遠見也好 塞斯提到 我們目前的人類 的文明 家庭結構 社會組織 國際的現狀 主要是依據著自我意識 的概念 以及自我意識的狹隘跟扭曲 而建構起來的 包含 我們的教育 來我講一句實話 在座的每個人 包括我在內 都覺得 Something wrong 不對勁 包括我們那一代 大家都覺得考試壓力太大了 聯考嘛 我們當年是聯考時代 三年就是一個考試定終身 大家都覺得不對 所以大家就在喊 教改教改 減輕孩子的負擔 結果越減輕壓力越大 來我沒有講錯吧 教改越改 越複雜 越改孩子越痛苦 並沒有減輕 怎麼一回事 大家都知道 教育出問題了 沒有人知道怎麼改 好我們講科學 以前我跟大家講過 科學試著建構一個外在的 客觀化的物質宇宙 科學試著說服你 人的存在僅限於物質性的存在 科學試著告訴你 因為原子分子意外的碰撞 於是產生了生命 達爾文告訴你 物種的存在就是為了生存競爭 物種兩個最重要的使命 蜜食跟交配 蜜食為了存活 交配為了繁衍後代 而蜜食跟交配涉及什麼 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 於是在座你們混得好的 你們是把別人淘汰的人 混得不好的是被別人淘汰的人 沒錯吧 你要不要成為強者 要不要成為弱肉 為強者所食 吃掉啦 所以以前台灣社會 也流行很多笑話 以前在班上 功課中等的比較不好的 去念 公專啊 海專啊 類似中國海專之類的啦 後來當了大老闆 請班上 功課很好的 在美國念完博士的 回來當工程師 結果 為什麼爆肝的是工程師 賺錢的是老闆 各位 其實這就是要報仇嘛 班上功課沒那麼好的 腦筋好的 愛玩的 因為功課沒那麼好 去學技術 後來創業當老闆 請當年功課很好的 念完博士碩士的 回來當員工 各位 那個中國海專畢業的 現在就變成郭台銘了嘛 是不是 以前所有 功課贏他的 都變成他的工程師了嘛 幫他賺錢嘛 好 所以剛剛講 整個 科學建立起來的 帶給我們生活越來越大的便利 可是 卻離我們的心靈越來越遙遠 科技 始終來自人性 但是科技 似乎凌駕了人性 好 所以 我到大陸去上課 大陸同學跟我講一個笑話 他說許醫師 近百年來 醫學沒有進步 是醫學的儀器一直在進步 醫學沒有進步 是儀器一直在進步 是科學一直在進步 醫學沒有進步 因為有 越來越新的科學的儀器 包括 正直攝影啦 治療癌症的機器啦 動輒可能上百億 醫學理論沒有進步 沒有的 只不過 研發的藥物 機器越來越進步 所以我們的疾病 也找不到真正的關鍵 好像我們變健康了 卻吃藥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最近FB上又一篇笑話 研究的主題是 醫院罷工有助於降低死亡率 很簡單叫自求多福嗎 你自己就要注意一點了啊 不然台語叫他扣誓你知道嗎 醫院罷工了 大家就要自求多福了 所以後來發現降低死亡率 最好的方法是 醫院 休息 醫生罷工 降低死亡率 是最快的方法 其他 效果都不大 好不好笑 各位 你仔細一想 其背後涉及的是什麼 心理學 今天如果爸媽不夠有錢 就自己要努力一點啊 對不對 爸媽很有錢 你只要負責 不要死掉 就可以了啊 像我做心理治療 為什麼做得這麼好 我就跟有些獨生子女的個案 講 好好的把身體養好 也不要太累太辛苦 反正總有一天 等到他 好 不要焦慮 不要憂鬱 對 不要急著找工作 不要急著想賺大錢 先去問問我是誰 我要的是什麼 反正你也不會餓死 那馬上心就安了 焦慮症就好多了 後來果然就這樣喔 後來果然 爸爸媽媽買房子 就買他的名字了 將近兩千萬的房子 登記他的名字 然後爸爸馬上一個月 給他六萬塊 然後還要把公司的股份給他 所有的焦慮都沒有了 好 所以回到剛剛講 我們的科學 甚至醫學 好 最近我在臉書上也有一篇 這個叛逆文章 叫做延誤醫療 內容大概是 我們現在主流的西方醫學 一直把所有的人引導到 疾病的客觀化 與你的心靈沒關係 與你的個人心靈無關 是你吃錯食物你才生病 是你的遺傳體質你才生病 是病毒細菌你才生病 是莫名其妙的原因你才生病 不管什麼原因導致你生病 那個原因就是跟你沒關係 跟你是誰沒關係 跟你過得快不快樂沒關係 跟你內在心靈的 焦慮憂鬱恐懼沒關係 於是疾病的形成 疾病的療癒 被引導離開了個人內在的主觀感受了 因為一個疾病被客觀的對待 被客觀的治療 各位 對於是徐師講了一句 很叛逆的話 這不叫延誤醫療 什麼叫延誤醫療 與真正的醫療 是回到我們的內心 看到內在的痛苦 內在的壓力 內在的能量的衝突 如何 與疾病的形成 產生關聯 如何透過自我覺察 甚至開始啟動我們的自我療癒力 才是真正的資本之道 但是整個西方醫學的治療 我可以開百優解給你 我可以開抗憂鬱劑給你 我可以開安眠藥給你 我可以開 所有的抗焦慮的藥給你 因為開給你了 你吃一顆藥下去 情緒就會好多了 好多了的結果 是你不用直接面對你的問題 面對你的什麼問題 面對你的頭 面對你的想不開 面對你的放不下 面對你的想不通 面對你的框架的思想 面對你內心的衝突與矛盾 我用藥物把你的症狀緩解了 卻帶你離開了 面對你內心真正的問題 於是你可以不用自我面對 而繼續的自我欺騙的活下去 於是你可以 帶著滿心的痛苦 不願意上班 可是因為吃了藥 你可以順服的 繼續去上班 直到有一天 你被診斷得到更大的疾病 同時覺得很悲哀 為什麼我生病 同時很難過 終於可以不用去上班 同時很開心 終於可以不用去上班了 各位 所以我們現在 人類的自我意識 以及建立起來的這些現狀 把我們帶得離心靈 越來越遠 來 我下面這句話很重要 各位 對不起 心靈不是吃素的 這是引用電影裡面的一句話 心靈不是吃素的 再次這句話很好玩 人類目前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 生活方式 而且文明的整個的氛圍 是直接 逆反我們每個人個別的心靈喔 來各位 我把今天的演講 主軸定在這句話 人類目前的生活方式 甚至如果我說 政治運作的方式 目前整個人類的現狀 各位 再次講過 沒錯 這是一個意識偉大的實驗 自我想試試看 當它 它 跟心靈分離的時候 它跟物質世界的認同 它能玩出 多大的把戲 玩出多大的花樣 就像我常打一個比喻 孩子藉由 離開家 不回家 不想拿爸媽的錢 他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到什麼程度 如果今天父母親 是可以創業成功的 為什麼我一定要依賴父母親 如果今天父母親是可以賺很多錢的 憑什麼 我要拿你們的錢 你們能 為什麼我不能 你們能做到 為什麼我不能做到 如果我相信我能做到 為什麼我要依靠你們的力量 於是孩子 可能家裡很有錢 他寧願出去打工 家裡的家族企業的總經理 虛位以待 他可能會說我不要 因為那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 我想靠我自己的力量 今天如果要當給總經理 是我憑我自己的力量 從基層做起 做憑我自己的力量 而明實相符 而不是因為我是你們的孩子 我就可以坐上這個位子 就算我坐上了我也不快樂 因為那不是憑我自己的力量 再怎麼樣人家看我好像很好 我內心總是虛虛的 各位了解嗎 總是虛虛的 是啊 好 再回來剛剛講 所以目前人類的現狀 經過了兩千年演變的現狀 其實對我們的心靈而言 已經是一種 越來越大的距離了 好所以我最近 講了一個很重要的名詞 叫心靈反撲 心靈反撲 什麼叫心靈反撲 來各位有沒有發現 近幾年颱風一個比一個大 有時候今天颱風來 明天又來一個 有沒有 整個氣候有沒有越來越怪 冷的時候越來越冷 熱的時候越來越熱 要嘛就下雨 三天下完一整年的雨 要嘛就不下雨 現在聽說 有史以來最大的颶風 正在侵襲哪裡 佛羅里達 而不是佛羅里達嗎 是嗎 因為我們有個同學住在 那個地方 開始創立彈 有史以來 聽說他的 這個颶風的威力 等同於一顆核子彈 所以各位不用金正恩 射清彈到美國本土 美國自己會製造核子彈 就是一個 颶風 來各位明白我在比喻什麼嗎 各位就會問 兩者怎麼能類比呢 我告訴各位 兩者根本是同一件事啦 因為 物質實相是以意念為架構 建構而成的 外在的事件 是心靈能量的吸引才發生的 我們都只看到外在實相 沒有看到 它的根本在心靈 個別的心靈以及集體的心靈 共同創造了我們個人遭遇的實相 以及集體共同遭遇的群體事件 所以如果金正恩沒有發發發射核子彈 攻擊美國本土 美國也會自己製造 巨風來襲擊美國本土 你們就會說 巨風怎麼會是 美國製造的呢 它是大自然現象 各位你又忘了賽斯心法 大自然是人類更大的心靈 大自然本來就是我們更大的心靈啊 因為你的呼吸 本來就是跟空氣相連的啊 你的每一口氣帶著你的氣息 帶著你的盼望 帶著你的失落 帶著你的憤怒 帶著你的恐懼 你的每一口氣進到大氣裡面 形成了世紀的變化 世紀本來就是心靈的呼吸 春夏秋冬本來就是來自心靈 你還以為它是外在的 客觀的氣候現象啊 各位這就是 我剛才說各位 我們整個文明的問題所在了 你們從小到大受的教育 讓你們以為 氣候是大自然的客觀現象 對不對 是不是 各位對不起你們腦子壞了 因為你們從小到大受的教育 是錯的 我很誠服的說這句話喔 你們從小到大受的教育 是錯的 誰告訴你 氣候是大自然客觀現象了 老師 因為老師不懂賽斯心法 他只懂得人云亦云 各位了解嗎 他只懂得自我狹隘的意識 所建構起來的狹隘的學問 所以目前這個世界是由 狹隘的學問所建構而成的 他已經沒有辦法符合心靈的需求了 所以心靈為什麼要反撲 因為對不起 大家過不下去了 過不下去了 好我再回到剛講 從小誰教你外在的氣候 春夏秋冬 是大自然的客觀現象 與心靈無關 我問各位 氣候會不會影響到你們的情緒 會 氣候當然會影響到你的情緒 你怎麼沒有想過 是內在更深的情緒 引發氣候的節奏呢 你怎麼沒有想過 是人類與萬物共同的潛意識 氣候是內在心靈的呼吸 各位 我們是不是在講人類的世界 貧富越來越懸殊 快樂痛苦的有沒有 越來越懸殊 然後一個台灣 一個世界 兩種生活 兩種生活 有沒有 歐洲也是啊 有一群人 錢多的花不完 有一群人 像中東的難民 要住在公園 隨時面臨被驅逐 整個社會的極端化 貧富的極端化 各位 還有我們大家 情緒的起伏不定 你以為這跟外在氣候無關嗎 因為我們從小 所受的教育 是錯的 各位 我們在講疾病 我剛剛一直在講了 整個醫學的發展 讓你們主觀的心靈 與疾病的起因跟療癒脫節了 疾病被視為外在客觀現象 療癒的方式 也是外在客觀的手段 各位 你就是一輛車子 送進去保養廠而已 一個傳統的醫療人員 不需要知道你是誰 不需要知道 你跟媳婦處得怎麼樣了 不需要知道 你擔心兒子媳婦的離婚 擔心孫子住哪裡 跟你的胃潰癢的關聯是什麼 他不需要知道 他只要治療你的胃潰癢就好了 而他竟然天真的以為 他能把你的胃潰癢治好 而不管你的內心的痛苦 各位了解我在說什麼嗎 來 我下面這句話很重要 目前人類的生活方式 我們建構起來的主要的文明 已經造成我們心靈最大的反感 來各位 我不見得在講你們的自我 我在講你們的內心 大家都覺得 something wrong 不對了 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 沒有人知道怎麼辦 你們都知道這個社會怪怪的 教育怪怪的 越來越多人不喜歡進醫院 可是你無奈 你們不想一直吃藥 可是沒辦法 你只能一直吃藥 難道讓血藥一直高上去 等著中風嗎 你不想一直吃降血糖的藥 可是你只能一輩子吃降血糖的藥 不然你的孫子騎腳踏車 經過你的腳趾頭就會說 阿嬤阿嬤 你怎麼了 沒有阿嬤只是睡著了 那你的腳怎麼沒有感覺 因為你的末梢循環不好 因為你的HbA1c 糖化血色素太高 因為你的血管神經泡在高血糖的 血液裡面 產生變質的現象了 所以你的孫子會叫阿嬤阿嬤 你的腳怎麼沒有感覺 沒有阿嬤只是睡著了 各位 你都知道問題所在 但是你沒辦法 好 剛才倩茲主任有一句話 許醫師稍微想了一下 他說希望大家來參加 我們賽斯村的榮譽村民工作坊 可以更靠近許醫師 我才不要你們靠近我 我才不要被靠近 但是這句話的反面 是 我好希望你們靠近我 因為我希望你們靠近我 你們可以更靠近你自己 我常講為什麼我喜歡賽斯 跟他是什麼賽沒有關係 跟昨天我們的夢醒也拿出 賽斯變賽林娘有沒有 也沒有關係 我不是靠近賽斯 因為賽斯讓我靠近我自己 賽斯讓我的心靈覺醒 賽斯讓我內在的聲音 越來越大聲 越來越大聲 直到這個大聲 衝破了所有我 從小到大耳朵聽到的外面的聲音 我內心的聲音 越來越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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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我沒有辦法了 我沒有辦法了 各位 我講一句實話 你們知道這過程多痛苦嗎 當你再也壓不住內心的聲音了 當你的內心被打開了 被啟發了 就像水庫潰堤一樣 你沒有辦法 擋住任何他的一絲一毫了 其實 真的是痛苦 所以我剛講 賽斯是什麼東西 他根本不是個東西 他更像個南北 我沒有靠近賽斯 是因為當我靠近賽斯的時候 他讓我靠近了我自己 所以你們沒有人需要靠近我 如果你需要靠近我 我只因為當你靠近我的時候 你靠近了你自己 於是你也沒有再靠近我 我不知道各位理解我的意思 就像你們現在坐在這裡 你知道我最大的心願是什麼嗎 打開你們每個人 個別的心靈 個別的心靈 我有一個使命 讓你們內在的聲音 從 那什麼聲音 收訊不好的聲音 雜訊 以前我們那種 可調節的收音機有沒有 拉機有 Radio 在兩台之間的那個聲音 慢慢讓你們的內在的聲音 開始清晰 越來越清晰 越來越清晰 於是你 再也不能夠忽視這個現象 於是你可能最後會發現 原來所有的一切 凡所有像都是虛妄 原來宇宙 是由你的內心 創造出來的 而從小到大 我們的自我意識 已經背離了內心的聲音 以及你現在的自我意識 所過的生活 所做的工作 包括之前我在台北中正經典堂的演講 我不管所有外界怎麼說 年輕人不應該為了賺錢而工作 我說的是不應該 年輕人不應該只是為了賺錢而工作 各位 但是我沒有說 年輕人不應該賺錢 因為如果你只是為了賺錢而工作 你不會快樂 你貶低了你的價值 你出賣了你的靈魂 當你所做的工作 是違背你的內心的聲音的 於是你就會開始進入比較 如果我違背我的內心 起碼我可以藉由贏過別人而證明我是對的 各位 如果違背我的內心 起碼我可以藉由贏過別人而讓我覺得 我不錯 於是你掩蓋了內心的聲音 因為你混得很好 你贏過別人 你的贏過別人 是透過你的 內心真正自我價值的迷失 於是你開始需要跟別人比較 於是你需要開始在乎別人對你的看法 於是你需要開始 成為一個winner 所謂的社會的 成功的那一組 所謂的勝利組 人生勝利組 可是你是藉由出賣你的靈魂 而獲得了所謂的人生的勝利組 於是你就必須透過更多的消費 來證明你的成功 來掩蓋你內心的空虛跟不快樂 於是最後你有了豪宅有了名車 但是你的心靈是空虛的 是啊 今天聽說蘋果日報的頭條 什麼 某某法師拿著信徒的奉獻 做兩千萬的勞斯萊斯的名車 各位 很簡單因為病態啊 卑微啊 無自我價值啊 第一個你為什麼需要做兩千萬的名車 第二個為什麼是拿信徒的奉獻 你右手右腳你不會自己去賺喔 你有手右腳你不會自己去賺喔 信徒的奉獻是哪裡用哪裡來買兩千萬的名車 讓自己做的喔 你是什麼東西 各位 那是一個內在的卑微明白了嗎 你內在越卑微你外在需要用更好的消費 來證明你的價值 各位 因為我們都迷失了我們自己 我們一輩子被外在的價值 我們的自我 壯壞了啦 就像徐氏以前講的笑話 你們在我的CD裡面 應該常常都聽過 好好一塊麻糬 就好 怎樣 土豆腐 給我去 自我意識本來它應該是雙向的 同時以外在物質實相 作為活生生的回饋 同時它最主要的必須要 傾聽來自潛意識跟內偶的聲音 人最後唯有忠於自己 你才會身心靈的平安 人最後 你不能背叛的是自己 不是任何人 自我意識本來應該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是傾聽內心的神性的自己的聲音 可是我們的自我意識 就像一塊 白白的麻糬 土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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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土豆腐是什麼 就是外在物質實相的這個 部分 自我意識還發明了很多的理論 發明了很多的 我們的 你們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的信念 來告訴你們 讓你們以為物質是唯一的存在 來讓你們以為 肉體消失了你就不再存在 來讓你們以為 好像物質宇宙 是唯一實存的宇宙 讓你們不知道人有一個心靈 人的心靈 充滿了愛 智慧慈悲 創造力跟神通 然後過去的開悟者 試著把心靈 詮釋給大家知道 就這個心靈又被變成宗教 又去搞崇拜 搞 宗教的那一套 所以宗教本來是要啟敵人的心靈 反而 人 似乎更不需要自我負責 變成盲從就好了 多少宗教是在鼓勵個別心靈的覺醒 來明白了嗎 多少宗教是在鼓勵個別心靈的覺醒 各位記得我說個別喔 所以我剛剛講了 從兩千年以來 從我們的自我意識 本來自我意識 它有一部分是要開始 聽內心的聲音 各位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了 遇到賽斯心法 是我一生痛苦的開始 也是我一生快樂 解脫喜悅的開始 痛苦在於 它粉碎了我從小到大的 信念 我的世界從此不同了 那天我打了一個比喻 就好像那個 保羅 被上帝的光打中了 然後從馬上掉下來 從此成為一個基督徒的那個過程 他再也回不去了 各位 當我接觸到 賽斯的學說也好 賽斯資料 賽斯心法也好 我被擊中了 我知道我不可能 再聽外面的聲音了 甚至從小到大 教育告訴我的 我們的文明告訴我的 都不一定是對的 並且很多根本就是扭曲的 所以我告訴各位 這經歷了多大的痛苦 這經歷了多大的 恐慌 就像我剛剛問大家的 如果你聽了你的內心的 而內心的聲音 是違背了所有 從小到大人家告訴你的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繼續聽內心的 還是壓抑內心的聲音 繼續跟著 隨波逐流 跟著所有的眾生 反正大家走的方向就是對的啊 但是老實說 我很慶幸三十年前 我做了一個決定 我決定要臣服 我內在神性的自己 我決定要走 我不知道是怎麼樣的一條路了 我不知道怎麼走 我也不知道這條路會是什麼 所以我剛跟昭文副主任提到 從小到大我們在組織框架中長大 各位 那後來昭文就說 是的我們不夠大膽 我們都太乖了 所以我告訴大家 然後順便說千知主任也是很乖的 從小就是乖乖排 思憂深 重規重矩 可是內心其實是像火一般的叛逆 你們不要看他人模人樣的 他裡面就是一隻魔 我告訴各位 現在只是魔性還沒有出來 還在那邊遮遮掩掩 各位了解嗎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剛講 心靈如果開始反撲了 各位 那麼 說實話整個世界會陷入一團混亂 因為人的心靈知道不對 可是他不明確知道哪裡不對 就好像身體發燒了 怎麼早都不知道是哪 什麼原因導致你發燒 那又不能退燒 各位 心靈在反撲了 我們開始遭遇到痛苦 所以人類的自我意識 現在內外交逼 他覺得不對 我不快樂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覺得不是這樣 可是我不知道是怎樣 我覺得不想聽父母親的 又怕他們傷心 我想聽我自己的 我又不知道我自己對不對 是啊 所以各位我們現在正在面臨一個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 的狀況 好 所以我剛講了 從我接觸賽斯心法以來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繼續接觸下去會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基金會要怎麼做 我也不知道賽斯心法推廣下去 會如何 我通通不知道 我通通不知道 因為完全沒有潛力可循 所以我到目前為止 在我大學的同學 所有的 那些醫生們的眼中 許天勝就是一個怪咖 就是一個怪咖 到現在他們都還 覺得我很怪 怪到根本在他們的理解之外 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在搞什麼 某部分內心的我很清楚 某部分我的自我 也不知道 好 各位 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會發生在你們每個人身上 我現在正在講 將來 過去 現在 未來 會陸續發生在每一個人類身上的一個 共通性的過程 比如說 寶寶為什麼坐在這裡 一個好好的馬來西亞的年輕人 沒事坐在這裡幹什麼 一定有些東西吸引了他 一定有些東西觸動了他的心 所以在斯心法的學習 是一點一滴的觸動你的心 而因為他每一點一滴的觸動 你再也不是過去的你了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當社會上這麼多的媒體 帶著這麼多的恐懼 偏見與限制的資訊的時候 你是否問過自己 什麼才能讓你跟全家人 及孩子們 能夠得到正向的能量 能夠對未來充滿了期待跟喜悅 而活出生命的獨特平安跟自在呢 為了這個目的我們成立了 賽斯網路公益電視台 就是希望為全世界的人類 提供一個向內覺察 傳遞正能量 協助每一個人 都能把我們內在的正能量 我們的內我的愛 智慧 慈悲 創造力 喜悅跟潛能打開 讓我們的社會更和諧 來活出身心靈 平衡健康的人生 而這十幾年來 賽斯網路公益電視台 一共自播了 真心靈的公益獎座 讀書會 近兩千場 而我們所有的 時事健康節目 也近一百集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支持我們的理念 希望您一起來 支持我們的賽斯網路公益電視台 而您的小小的捐款 能夠讓我們大大的出力 能夠讓我們為這個社會 盡每個人能盡的一起的力量 希望您能夠與我們 一同來參與這樣的行列 再次的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